第11期AZ疫苗第二剂今天时点起开始预约 只限时26小时一早开放预约系统又卡卡 而接下来第12轮疫苗将开放AZ莫德纳还有BNT 其中BNT疫苗会全年龄开放 不过开学至今陆续出现幼儿园老师确诊 外界忧心是否该让幼儿园老师提前接种第二剂莫德纳疫苗 指挥官陈徐中表态第二剂不会提前接种 还是按照时程 而目前台湾第二剂的涵盖率都还没有过半 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各国要让免疫功能低下的族群追加第三剂疫苗 但是国内专家认为台湾疫苗打得慢 此时是以第二剂为主或部分人打第三剂 投资报酬率差不多 10点到点开疫苗预约平台系统又卡卡 只好请大家稍等一下 第11期AZ疫苗第二剂预约开跑 开放对象是两批接种过第一剂的 18岁以上跟54岁以上族群 共97万人 但13号中午就预约截止限时26小时 千万别错过 至于下一轮预计开放莫德纳AZ还有BNT疫苗 其中BNT将开放到23岁 等于是全年零开放 而开学至今陆续出现幼儿园老师打过一剂疫苗 还确诊就让外界忧心是否该让幼儿园老师提前接种第二剂莫德纳疫苗 我们在莫德纳AZ第二剂 或者我们所有的第二剂还是根据施打的时程 就要让时间到的人能够先打 那我们会尽快安排 指挥中心认为目前第二剂接种时程不会特别调整 而台湾第二剂疫苗涵盖还没过半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就建议各国免疫功能低下族群 像是高龄长者慢性病患者 即便接种两剂疫苗发生突破性感染或是重症风险高 所以应该施打第三剂 但不建议所有民众都打加强剂 那么台湾现在是否该着手布置第三剂疫苗接种 台湾目前是走得比较慢 所以台湾到这个阶段 我们到底应该往第二剂继续普及呢 还是找一群人来打第三剂呢 其实这两个投资报首率目前是差不太多的 毕竟病毒不断变种 疫苗该怎么施打也只能是疫情状况 滚动式调整 接种不得